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29号上午 在布达佩斯总统府会见匈牙利总统阿代尔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阿代尔总统的亲切问候 李克强表示 中方怨同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找准互利合作契合点 打造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新领域 共同推动16加1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阿代尔表示 雄方怨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 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沟通 推动凶中关系与16加1合作向前发展 随后李克强前往英雄广场 向匈牙利民族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同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六次 中国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 并结束对匈牙利的正式访问后 呈专机离开布达佩斯 俊牙利副总理谢母婷等政府高级官员 请到机场送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